下一段叫做簡單的化學劑量 A加B變成C加珠 有這麼多的A可以產生多少的C 要產生這麼多的珠需要多少的B 叫做簡單的化學劑量 那麼就是計算我們反應物的需要量 或生成物的生成量 就叫做簡單的化學劑量 基本上更需要我們的化學反應方程式 有了化學反應方程式 2A加B變成3C加珠 我就知道多少A加多少B 產生多少C加多少珠 那麼上面會出現一個均衡係數 這個均衡係數前面交過代表就是個數 就代表墨數 如果剛好是同溫同壓下的氣體 還可以代表體積 所以我把方程式寫出來 我就曉得墨關心 所以我就把它帶到墨關心 我就可以把它算出來了 所以簡單的話 學劑量其實在算什麼 就在算墨 就是在算墨 就是在算墨 OK 所以均衡性數 這代表個數 就代表墨數 我有墨關心 所以把它帶到關心中 所以就是算墨數 那我們怎麼算墨 從頭到尾我交過三個公式 你還記得哪三個嗎 我從頭到尾交算墨我交三個公式 你還記得嗎 第一個是用多少個個數 數除以六乘以十二三之方 這個很少用到很少考 就考試而言 出去的機會比較少 多的是第二個跟第三個 第二個叫做質量除以原質量或分質量 第三個就是溶質的墨數 就是容易的墨濃度 乘以容易的深數 墨濃度乘深數 體積由公升做單位 算叫做墨數 就是我們的寫法 然後上旁邊的是 有英文的代號 墨等M乘以V 我講過了 我問學生怎麼算墨 他叫做墨等M乘V很好 什麼叫M?質量 這槍B M叫做墨濃度 OK 就請你了解公式 因為我們等一下要用它來算 因為我們在算墨 就是我們的墨的計算公式 其實你要備好 我們怎麼做 這是我傳統上 我都是這樣子教 然後後來有老師說 他都用質量去算 用質量算跟用墨算 Keyword的基本想法是一樣的 那也許在某些題目 你會覺得用質量算比較快 因為我們大部分的題目裡面 都是求質量 或者是給質量 好 那我還是用我的方法告訴你 我叫你第一部 寫出均衡的化學感應方程式 在考試的時候 這一部 大部分都不用做 人家都寫好 少部分題目是 有了方程式沒有平衡 極少的題目是 連方程式都沒有 大部分都已經寫 所以這一部不用做 寫完了 給你看好 你就知道幾A加幾B會變成幾C加幾珠 那麼我們剛剛講過有均衡系數 均衡系數就是墨數 所以第二部 就把乙枝條件跟所求都換成墨 把乙枝條件都換成墨 因為我曉得墨關心 所以我要找到墨 帶到墨關心裡面 所以第二部就是 乙枝跟所求都把它換成什麼 都換成墨 那麼第三個就是 它有了墨 就帶到墨關心 墨關就是均衡系數對不對 所以我們第三部就是 墨數筆就是均衡系數 墨數筆就是均衡系數 這就是我們的做法 第一部 寫出均衡的化學反應方程式 第二部 乙枝跟所求都換成墨 第三部 墨數筆就是均衡系數 等一下講解的時候 我還會用質量的方法算給你看 這去年的時候我們就講過了 八年的時候我們就講過 我們再跟各位再說一次 用質量怎麼去看它 OK這就是步驟 那麼但是有一件事要注意 過量 A加B變成C加珠 用掉A用掉B產生C跟珠 它可能會過量 輕加氧變成水 輕太多了 輕過量 我們在算的時候 只用掉的輕 用掉的氧 要以用掉的為準 超過的不能用 所以當我的 我告訴你 A加B變成C加珠的時候 我條件A也給 B也給 你就要小心 就要注意 注意什麼 有沒有人過量 有沒有人超過 然後算的時候 是要以用完的為準 算的時候是要以用完的為準 這是一個重點 有的題目會過量 當然有的題目會心腸很好 你忘了檢查沒關係 它全部都剛好用完 全部剛好用完 也有這種題目 但是你自己要曉得 如果A也給 B也給 也就要檢查 檢查它是否過量 以上所說就是 我們做簡單化學技量的步驟 第一 寫出均衡的化學反應方程式 第二 以資根所求換成 莫 第三 莫數比就是均衡細數比 等一下講解的時候 會用質量算給你看 這就是我們告訴各位 如何做簡單的化學劑量